新城乡则是由乡长何立台率领着清洁队员们在大年初试祭祀祈求开工平安 何立台也制证红包给队员们,鼓励队员们提起精神 赶快把累积了三天的垃圾量,清运干净 联系三天的假期,前下过年喜气洋洋 新城乡清洁队绣了三天的假期,在年初试开始清运垃圾 为了祈求新城乡清洁队员们在工作的时候能够平安 今天下场合理台4号前往清洁队,先是办理了开工前的祈福仪式 感谢上天给予新城乡和清平安 也祈求清洁队员们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的工作 以虔诚的心向上天祈求 今天大年初试,人家还在过这个年假 我们清洁队就要清朝而出 尤其在大年初试,大家还在过节的时候 大家非常辛苦,尤其在年前,大家做到年三四一 到六点,才回去家里面 跟大家共产来团圆,是团圆犯 各位的辛苦,我想大家都非常感谢你们 过年你们虽然短短只休三天的假期 但是民众的事情永远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要办理的 尤其是民生垃圾这个期块 所以我们今天比其他单位早一天来动工 来出动,为我们广大的乡亲来服务 尤其是三天垃圾这样,我想今天会非常非常之多 各位要多多辛苦,要多注意行车的安全 为这个车子后面的各位同仁,要注意这个 安全一下,看到老若妇孺帮忙协助一下 帮忙协助一下 各位今天也不用急,不用急 因为热射量会非常非常的多 还是安全之外,因为今天又下着鱼 又下着鱼 那我刚刚去看了一下整个对部的来讲 但是都不错 因为这个下雨天,我们都移到这个地方来拜拜 我想诸神众国都会体谅 因为下雨天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开工能够大吉好不好 好 让我们的民众快点再过一个快乐干净的一个年 好不好,谢谢,辛苦大家,谢谢 谢谢 现在向上合理台北老师 亲爱的队员守护着乡亲内的清孕以及消毒的工作 为了就是要让环境清洁干干净净 年秋四虽然下着明明细 不过就是要把这三天每个家户所堆积的垃圾全部清出来 也希望大家做好分裂的工作以及清净家园 共同守护新城下的美丽城市 记得请订阅,请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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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